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斜向抛射的应用 那它是一颗球呢 用一个枪去瞄准这个球 然后子弹是A 那球是B 当子弹发射的同时 球也从静止落下 那这个情况下 球会被子弹打中 那有些人会以为说 那这个子弹走直线 那球静止落下 不是会错开吗 那其实不会 其实子弹并不是走直线 子弹它其实是会走抛物线 那它在子弹在空中做等加速运动 它的加速度跟子弹从静止释放的加速度一样 这两个物体子弹和球的加速度 都是重力加速度 都是G 所以它们在空中的加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 最后它们会相遇 最后它们会相遇 我们底下这边有稍微推理一下 用数学来推理 或许会更容易相信这个结果 首先呢 这是YB是球的千值位置 球的千值位置 那它的位置就会是一开始的高度 减掉二分之一GT平方 那子弹的千值方向位置就是 初速千值分量 V0Y乘以时间 一样也会有-二分之一GT平方这一下 那如果我们从球来看子弹 从球看子弹的话 那就用子弹的位置去减掉球的位置 子弹的位置减掉球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后面这两个二分之一GT平方是消掉的 只剩下前面这两项而已 所以就变这样 那这个是V0Y乘以T 然后减掉一个长数 减掉一开始的高度 这是直线 这是直线方程 所以从球来看子弹 其实子弹是走直线 在Y方向是这样 那X方向其实也是 球的位置 球的水平位置不变 一直都是在R 而子弹的水平位置 就会是它的初速水平分量 去乘上时间 那一样从球来看子弹的话 就用子弹的位置去扣掉球的位置 所以就变这样 这也是一个等数运动的方程 所以不管是水平方向的相对位置 还是牵直方向的相对位置 都是一个等数运动 都是一个直线 所以子弹从球来看子弹的话 从球的观点来看子弹 子弹会是走直线 那也就是说 它一开始就要瞄准球了 否则的话它走的直线 如果没有经过球 那就不会相遇了 所以底下这里的算式就是告诉我们 子弹发射 然后球也同时落下 那它的相遇的条件就是 一开始子弹就要瞄准球了 那后面这边也有稍微在做最后的结论 当相对位置都是0的时候 就是他们相遇了 相对位置都是0的时候 如果相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里带入0 这里也带入0的时候 就会得到下面这个结论 这个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这个也是隐含的就是 初速的千值分量跟水平分量的比呢 刚好就是一开始的高度跟一开始的水平距离的比 这也是隐含告诉我们 初速一开始的方向就要瞄准子弹 大家有没有发现 瞄准球 子弹的初速的方向就要瞄准球了 这样才会在空中相遇 好那做了这些简介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一开始的水平距离是80 子弹和球的水平距离是80 然后球一开始的高度是60公尺 那如果说子弹可以命中球 那子弹的速度至少要多大 好那这里又有另外一个考量 就是如果子弹太慢 它有可能打不到80公尺 它在80公尺之前就落地了 所以这是一个考量 就是子弹它的 它应该要能够射程 它的射程应该要能够超过80公尺 它应该要能够超过80公尺 那射程的公式 在我们上一个题目有介绍 射程的公式就是2v0平方 然后sine theta cos theta ceta是抛射角 那再去处理g 好这个推理可以看上一则影片 那今天这个射程 它就是要比80 至少要大于80 所以我们就会写这样 大于等于80 然后再把它的数字带入 就可以去解出位置数v0 因为它想要知道出数v0 好所以我们就算一下 g的话是带入 g的话带入10 然后 它的抛射角是37度 所以sine和cos 个别是3 和4 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呢 800 800 再乘以25 再除以 最后会变成这样 v0平方 v0平方就会大于等于 800 除以 48 乘以25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根号 最后v0 就会等于 5 10 然后乘上6 跟号6 啊 这边 这边有一点算错了 这里不是48 这里是 3 是12 12乘以2 是24 所以 应该是3 跟号3 是6跟号6 好 这个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了 好那第二小题 如果 A的初速是100公尺每秒 羊角也是37 那 从 A 激发 到命中 B 需要多少秒 那 这一题比较简单 这一题的话就是 他 要命中 B 然后 哎 那意思是说他就是要走 走80公尺 他的水平方向要走80公尺 所以第二小题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 走80公尺 然后他是 v0 x 再去乘上 T 那 就是水平射程 就是80公尺 应该不是水平射程 就水平的位移是80公尺 那 初速是100 i 乘上cos 37 5分之4 然后再乘以T 会等于80 所以 T这样算起来是多少 是1 T就是1秒 好那最后呢 那命中的时候 B距离地面高度多少 这一题也是蛮简单的 就是 既然知道经过1秒了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B的高度了 从我们刚刚底下的这种解说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算出答案 一开始是60 然后扣掉 5乘上T平方 所以就等于55 好 这就是这一题 谢谢